第四位 還記得手持攝影機第一人稱的恐怖電影《惡夜叢林》嗎 這部電影在當年上映之後引領無數後續作品效仿 堪稱是這類型電影先驅的經典之作 如今也要改變成同命遊戲 並在最近試出遊玩影片喔 遊戲的故事背景描述在電影發生前的 1996 年 一位找尋失蹤男孩的警察 Elvis 和她的愛犬 Bullet 一同深入黑山森林所遇到的恐怖遭遇 本作採用低人稱視角 玩家在遊戲中會使用手機與另外一位角色 Jazz 談話 在冒險途中我們能夠使喚愛犬 Bullet 做事 像是前往搜尋或是在可一處命令她挖掘線索 隨著越來越深入事實的真相 Alice 也得要面對更多自己黑暗的過往 甚至還有可能和傳說中的布萊爾女巫面對面 遊戲很快的就要在 8 月 31 日發售 你有勇氣帶領 Alice 和 Bullet 逃出這片惡夜叢林嗎